看到是香港媒体今天不是最新透露 说这个马锡二会正在这个计划当中 此外呢北京方面呢也积极邀请了这个另外一位 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 接续访问北京谁呢 大家都在猜 有媒体揭晓答案了 有媒体报道说 极有可能是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好那因为呢香港媒体报道说 这位台湾重量级人物是已经卸任 而且层级这个极高外传是吕秀莲 但是一看到消息 这个吕秀莲办公室目前是否认的 他说不是他们 那到底是谁 其实各界还在猜 那接下来这个就不用猜了 最新画面来看到 习近平今天下午呢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荷兰的首相吕特 两个人见面 最受关注就是光科技大厂 ASMO输入中国大陆等等的相关议题 虽然央视新闻没有特别提到具体的内容 但是荷兰的金融日报提到了 捍卫ASMO的利益是荷兰首相的第一要务 那整个会谈当中有透露出一些讯号咯 包括习近平强调了 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 这个恶阻中国大陆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习近平是重申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是唯一的选择 诶 就这么刚好 吕特呢就是这个荷兰首相 在会中他的说法跟习近平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荷兰首相他说 透过锻炼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 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大陆发展利益的行动 也会伤及到他们荷兰本身了 还有一个最新 这习近平今天形成满党 另外一个也是最新画面了 习近平今天他也接见了斯里兰卡的总理 那斯里兰卡主要是为了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获得 国际货币基金嘛 INF的提供的纾困金 所以呢总理特地到中国大陆 亲自到那边去见了这个习近平 希望能够争取到至关重要的债务重组哦 好像有谱了哦 好 为什么这么说 习近平在会中他提到了 他强调支持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 那么会能力所及继续来帮助斯里兰卡 好 这是习近平的最新谈话提供给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hah 2000 感谢观看